弟兄姐妹们 你们是否有时在生活当中的种种角色里 感到失去了平衡 无论是在做员工、父母、儿女、侍奉者或别的事项 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每日要做的事所带来的压力 但却没有办法把凡事都做好 最后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人积关系 属灵生活都一团糟 若我们真的在这样的光景里 不要慌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 在我自己的生活里 在教会是全职 在家里是老婆、母亲、媳妇 在外面则是朋友 这些不一样的角色都带有一些要求 而我常会觉得 当我在一个方面做的好时 在另一方面就会做的不好 若想把工作做好的时候 就会忽略家里的家务时 而侍奉做的好时 母亲的角色又好像做的不太足够 而当这些事情都夺走我们的时间和经历时 我们很容易的会舍去我们的属灵生活 来完成这些人生的事项 最后我们会全人忙碌在很多熟悉的事物 而忘了与主亲密 虽然我们能够办好人生中的一些要求 但我们的心灵却会有空缺 而当疲倦、埋怨和失望来时 我们的情绪、思想和肉体都会大大受到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忧郁症和种种的心理问题越来越普遍 弟兄姐妹们 若你发现到自己的属灵生活已经开始失去平衡了 我们先要感恩 因为察觉是主要医治我们的第一步 而在察觉后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它对我们灵命的危害 那要马上对付失去平衡的这个问题 那第一 我们千万不要先被自我淹没 很多时候 当我们看到自己生活的各个角色、要求、要完成的事 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被情绪掩盖 这当中可能会有自怜、自卑、失望、惧怕、担忧、控告 甚至想埋怨旁边的人所带来的感觉 但我们要确认在这一切事物之上是有主的掌权的 人的要求可能会变 要做的事项可能会增加 但主的同在和帮助是不变的 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到 各样美好的赏赐 各样完备的恩赐 都是从上面 从重光之腹降下来的 它本身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子 当我们的生命失去平衡时 主是能够把你带回平衡点的 当我们愿意与主一起把自己的人生 塑造回一个定金在他身上 荣耀他的目的 上帝绝对会加倍地赐力量 来与我们同行这生活的每一步 不要让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 夺走我们一切的集中力 而忘了那其实每日都在施恩典 祝福给我们的上帝 自我陶醉在情绪、想法和所做的事 是撒旦常用来转移我们属灵敏感力的大武器 而第二 我们要让主再次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 我们的中心点是给我们方向和平衡的地方 若中心点放在可变的事上 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很容易乱 但若我们的中心点 一切判断、决定、标准 都来自于那坚固、不变、又可靠的上帝 我们在人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改变 压力、问题 都能有一个不动摇的定见和眼光 而要如何恢复主为我们的中心点呢? 就是要常常与感恩的心来寻求他 凡事与主相交 靠近他的话语 若有人生的压力和问题了 就在祷告中呼求他的帮助 求主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 来恢复一个平衡的属灵生活 若是失去了与主亲密的关系 就回到主的话语 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 因为神的道是活的 是有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 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 关节与骨髓 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 我们要借着主的真理来看 我们人生到底是偏向主 还是世界了 若是世界 那就坦然地向主承认我们的罪 而看到这些事是如何夺走 你在主里的满足 得喜乐的心 我们要明白 我们是和世界的人不一样 他们能够沉浸在无神的光景里 但我们神的儿女若离开了主 我们是不能得到持续性的快乐和能力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做凡事当中 都查验做每一件事的目的 而为何主要赐给我们这些角色或事物 而看到当中的价值 若我们真是为主而做 我们的力量也会是从主无穷的能力来的 最后 当我们恢复了人生的中心点 我们也需要实际地做一些 帮助我们有平衡属灵生活的事 我们得把生命的角色 或给我们失去平衡的事情拿出来看 而了解当中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做出一些必要的更改或举动 有时我们有压力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时间管理好 导致我们没有安排好时间 来完成可以做好的事 另外 我们可能在家务方面有问题 可能是因为与家人沟通方面没有做好 而有误会 无法分配好责任 而一个人扛下很多的事 所以要多沟通 多了解 少假设 免得给傻蛋留地步 其实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恢复好时 主是会赐智慧给我们来看待 处理人事物的 雅各书一章五节说到 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 就当向那厚赐众人 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 他就必得着 在主里没有难成的事 如耶稣在马克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说 在人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在神反事都能 愿我们都能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 而在各样角色 事项当中 找到属灵的价值 来恢复生命的平衡 主保守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封 转发 打赏封 转发 打赏封